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你在用电脑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它一起用 这样不仅可以按摩手指 而且非常的舒服哦 大家一定要多多试试看哦 好了那吃完了今天的小零食呢 这个礼拜韩国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新闻呢 那大家都知道平昌奥运会正在进行之中 可是我们的歌手们呢 都已经将在这之后啊 回归起你的新歌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了那今天听首先要来说的呢 就是我们的Wikimiki 那在19号呢 他们发布了自己新歌的预告 那在预告之中啊 他们也是跳着非常帅气的舞蹈 而且这期的造型呢 也是走非常红刻的风格 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希望呢 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Wikimiki这次的回归哦 那这次的女子组合CLC呢 也是在19号发布了自己的新歌的预告 那这次主打歌呢 黑色礼服啊 也是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那在预告照片中呢 成员们啊 也是穿着黑色的礼服 给大家带来了非同一般的魅力 那希望呢 大家都要多多支持CLC这次的回归哦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假期已经过去了 那希望大家都要元气满满的迎接 接下来的上班生活哦 那这个是TEN AXIA 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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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